现在来个这个室内场景 设置灯光照明 我们将要为这个室内场景 创建两种照明效果 一种是自然光照明效果 也就是使用3D Max的日光系统 来创建一个白天阳光照进室内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另外还要创建一个夜晚 打开室内的这个人工光源的之后 它的一个照明效果 这样对室内效果图 它这个灯光照明的这个知识点 就会介绍得更加的充分 好 首先还是从日光系统开始 我们这个练习 因为使用这个太阳光比较单纯 控制起来也非常容易 好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日光系统 打开这个曝光控制 在创建这个罗盘之后啊 继续向上推动这个光标 这样就可以创建这个日光 创建了这个日光系统之后啊 把它的这个灯光 内型全部修改为Mountry 提供的这个灯光内型 好 为了获得这个阳光啊 能够倾斜的照进这个室内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还需要改变现在的一个光照时间 首先还是要改变这个位置 改为中国武汉 然后修改到今天的时间 来观察一下什么样的个时间比较好 下午4点钟 我们将旋转这个罗盘呢 让这个太阳光照射进室内的这个效果 这个角度啊更加的好一点 好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创建好了 这样的一个日光系统 接下来啊 如果继续要确定它的一个照射角度的话 我们还是要先渲染一下这个图像 根据阳光啊 照进室内这个情况 我们来判断这个角度是否合适 需要把这个修软器修改为Montory 注意我们暂时啊 不要有任何这个全聚光照的效果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那个观看的是 直接照明了 这个太阳光 在室内的一个情况 好 我对这样的一个照射角度啊 还是非常满意的 当然读者朋友啊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 来设置它的这个角度 反正方法已经告诉大家了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练习 还记不记得我在前面啊 做这个灯光照明练习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设置 就是使用了全局材质替换 把场景当中所有对象的材质啊 替换为一个白色的像那个石膏一样的 也就是大家经常讲的白模 在白模的这个状态下 在白模的这个状态下 设置灯光照明的话 可以让我们对明暗关系啊 更加敏感 那么这个练习呢 也不例外 我们也要对这个材质进行一些设置 以便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灯光照明的效果 那么跟前面的练习不太一样 这一次啊 我们不能使用全局这个材质替换 因为这个场景当中啊 的这个落地窗还有这个门啊 它有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会引入一部分的光线到撕裂来 如果整个场景用一个材质的话 就没法区分这种效果 因此我们现在得换一种方式 好 我们先选择场景当中所有的这个模型 默认的就选择的这个第一个材质球 我们把材质类型呢 修改为这个建筑和设计材质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材质 以后做效果图啊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材质为主 在后面材质的部分啊 我会仔细的讲这个材质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就简单的讲一讲 修改这个材质的模板 不要让它有反射效果 然后修改它的颜色 这个颜色啊 控制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把它设置的太亮 当然不能太暗 经过经常的这种测试啊 我觉得这个保持在一个0.8到0.9 还是比较好的 把它指定给场景当中的对象 然后我们要为场景当中的这个门窗啊 单独的设置材质 我们的方法是啊 打开这个图层管理器 首先关闭所有的图层 把窗子和门呢 把它们显示出来 好 框选所有的这个对象 我们选择第二个材质 前面也介绍过 3D Max的这个门窗啊 还默认的都已经分配好了 这个材质的ID 所以我们这里要给它一个多维 指对象材质 好 我们把它指定给它 注意现在 把我们已经创业好的 这个第一个材质球上 这个材质啊 直接拖动到这个指材质上 使用实例方式复制它 重复这个操作 把它复制到 第二号 第四号和第五号 这个材质ID上 然后我们给这个ID号为3的这个材质 再给它一个建筑和设计材质 在材质模板当中 我们给它选择一个透明的一个材质 注意观察这个透明效果 感觉这个透明度啊太高了一些 在这个半透明的这个权重质量 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像那种纸张一样的那种 半透光的那种效果 不是透明 是有点透光的效果 这个折射率啊 要修改一下 既然是像那种羊皮纸那种效果的话 反射也要关闭 现在从这个摄影机当中啊 摄影机视图当中我们也能看到 这个材质 这个ID号为3的这个材质啊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 透明的这一部分的材质 其他的部分呢 使用的都是 这个默认的这个 一号材质球的这个材质 好 现在我们就来显示 长映当中 全部的对象 好 再来渲染看看效果 好 从现在的这个渲染效果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左侧的门呢 它这个半透光的这种效果已经出现了 而且从地面的这个影子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太阳光啊 也就是说这个场景当中的直射光 引入室内的这一个环节 就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一个照明亮度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是比较宏观的来解决它 不要太陷入细节里面 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曝光控制 我们还在使用这个 这个照片曝光控制 我们修改了它的这个 曝光控制的这个类型 在它这个预设值里面 注意啊 这里有室内的日光 我们这里使用室内的一个日光的预设值 我现在看一下这个亮度会发生什么变化 好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直接光照的这个部分呢 还有背景的亮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它变得更亮了 凭经验的判断 觉得这个亮度啊 可能有点过分 我们把这个光圈的参数修改一下 注意我在这里没有修改这个快门的速度啊 我是把这个光圈呢 让它的孔径变得小一点 好 现在这个感觉还可以 我是怎么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呢 比如最亮的部分 我们观察它的像素的色值 都达到了1 也说达到它的所能表现的一个顶峰 1就是纯白色嘛 然后我们注意这个门 这个门上面 这个很亮的部分 是个半透明的一个材质 我们可以观察它 它看起来虽然很亮 但是呢 比这个纯白的效果还是低一个级别 我们前一次渲染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 这个参数为8的时候啊 是分辨不出这个背景 和这个地方设置的差异的 而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设置的差异 还是非常明显 因此啊 我判断就是现在这个效果 要好于上一次的这个效果 当然总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不太利于我们后面的这个效果的一个调节 下一步啊 要打开它的全球光照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室内啊 除了太阳光产生了这种直接照明之外 天空光啊 并没有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在Montory当中啊 你如果不打开它的这个最终聚集的话 它是没法计算 这个天空光的效果的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 打开了这个最终聚集之后 它的一个选项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开最终聚集之后啊 这个渲染结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产生这个照明效果的不仅仅是这个太阳光了 我们还看到这个左侧的这个窗户啊 这个落地窗的这个部分 它这个周围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产生了一个照明的一个效果 而且这个打开了这个门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顶上这个天花板这一部分也被照亮了 这就是天空光它产生了一个效果 还有这个桌子这一面 它也被间接照明影响了 好 这样子的话 日光系统啊 就是太阳光跟天空光都开始发挥作用了 不过在天花板呢 这个颜色我们发现跟我们设置的材质不一样 可能是我们在前面 指定这个材质的时候啊 没有把它添加上 好 再重新给它指定这个材质 再次渲染 好 现在可以看到 天花板上的这个材质 得到了纠正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发现 现在的这个照明效果啊 其实非常不好 这个上面天花板上面还有这个窗子上面我们都能看到有这个光斑 另外啊这个间接照明部分的效果也非常不好死黑死黑的到处都是死黑死黑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尝试一下我们把这个反弹次数啊修改为两次 这样它间接照明的这个光线会在室内反弹两次我们来看对于间接照明的这个效果有没有一个改善 好 现在可以看到 从整体的这个明暗关系上来讲啊 现在这个室内的间接照明部分这个亮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说明 这说明增加这个间接照明的反弹次数啊 对改善室内的这个照明效果还是非常有利的 不过现在间接照明的这个效果确实特别的粗糙 有很多使用mantle做效果图的人呢 做到这一步之后就开始抱怨了 觉得mantle这个渲染器如何如何的不好 效果不好啊什么 其实啊是因为对这个渲染器不了解造成的 在做室内效果图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就是天空光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使用全局光照的问题 这两方面的设置跟做室外的效果图啊 完全不同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你很难用mantle来做室内的这个效果图 好 接下来呢 我将给大家介绍正确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要给这个场景添加一个3Dmax2009 新增的一个光源类型 它呀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个室内效果图当中 一个天空光的一个照明问题 这就是mantle的一个天空入口 好 它呀 呃 其实就是一个举行光源 它的创建方法跟创建举行光源是一样的 我们在左视图创建了这个灯光之后啊 然后我们把它移动到这个外面 不要把它放在室内了 另外啊 呃 我们需要在这个室内所有有窗子的地方啊 创建这个光源 这个光源的大小不用特别的严谨 呃 比这个窗户稍微大一点就行了 位置就是让把它放在窗户 靠户外的那一边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还要创建一个天空入口 这样我们更好地判断它的位置 好 现在我们就为这个场景呢 当中的这个窗子的这个部分呢 创建了这样的三个光源 这个光源呢 非常特殊 它专门供这个室内产生天空光效果 而且使用这个光源呢 并不需要把原来的这个 我们创建日光系统的时候啊 那个太阳光关闭 不需要做那样的操作 它们在一起也不会产生一个叠加的效果 而且啊 它的颜色也会自动的根据我们设置的这个天空光的颜色 自动的修改 好 这个灯光创建完成之后 基本上不用修改它的什么参数 我们就可以渲染来观察它的这个效果 好 现在这个渲染效果出来了之后 我们还是发现了 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 现在的这个效果 还不能说它特别的好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主要来关注一下 使用了天光入口之后 哪些方面得到了改善 首先 我们看到这些很黑的地方 原来那些黑斑的很黑的那个地方的颜色变得好了很多 我们注意观察原来这个图像的这个区域 还有这个脚上这个区域 包括这个桌子底下这些区域 这很黑的地方 现在感觉好一些了 然后就是色调的变化 我们注意观察 这个地面 这个颜色的这个过度 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 这个蓝色光的一个成分 偏蓝色 有明显的一个蓝色的这个成分 而原来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死灰死灰的一个颜色 这个灰色 没有明显的那种 天空光的那种蓝色的效果 而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这个效果 这个色调 非常的丰富 从这一个立柱的侧面也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墙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变化非常大 现在这个颜色 跟原来的相比 很明显的变化 第三个改善呢 就是阴影 像以前呢 我们看到 在这个结构不是很大的这种地方 这个阴影几乎没有出现 根本就看不到 而我们现在看到 细小的结构 阴影也有了非常好的胶带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我们放了一个 一个挂在墙上的画 我们再看 看到它的阴影呢 非常的实在 还有这个桌子的这个阴影部分 还有这个坐垫的这个阴影呢 这些细节都交代得很清楚 另外 左侧的这个门 我们也应该发现 现在 这个层次感更好 而且透过这个半透明的这个材质 我们还能看到 外面那个门呢 产生的这个阴影 这一切啊 都表明了 使用这个天光入口 它的优势 好 使用这个天光入口啊 仅仅是解决了 室内灯光照明当中 天空光的这个照明效果 而这个空间内部 整体的这个间接照明效果的一个改善 还得依靠我们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设置 这就是在这个间接照明呢 这个面板当中 我们要注意 这个全局照明 这一组参数 可以说 你如果不能正确的处理这一组参数的话 那么你用Mantle 想做室内效果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效果 虽然现在都提倡 把它的这个GI的这个效果 跟最终聚集的这个效果配合起来用 但是在我们测试的这个时候 最好还是暂时关闭这个最终聚集 我们直接使用全局照明 来调节室内空间的间接照明效果 只要把它的这个参数设置好了 剩下的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好 我们先激活 这个全局照明 同样 我们来看一下默认的这个效果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Mantle的全局光照 默认的一个渲染效果 我想你一定对这样的一个效果 感到非常的失望 不过我建议啊 展示我们不要去评判它的好坏 只要能说明这个Mantle的这个全局光照 它已经发挥作用了就可以了 下一步 我将给大家介绍 怎么正确的设置Mantle的全局照明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我们这个场景呢 它是多大的一个半径 知道一个大概的数字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用特别的精确 我在这里使用的方法就是画了一个圆 然后根据这个圆的一个半径呢 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这个场景的半径呢 基本上是8米的一个情况 好 了解了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把它的这个最大采样半径 我们又应该把它设置为半径的十分之一 那么刚才是8米 那么现在就是0.8 为了更好的观察光子 在室内当中产生了这个效果 我们暂时把这个采样值修改为1 好 现在继续测试一下 好 我们从现在的这个渲染效果当中啊 我们看到 这些很斑驳的这种光影呢 这就是Mantle的光子 接下来把这个参数降低 把它修改为8000 注意 在正常的一种情况下 这个参数啊 最好不要改动它 它控制着光子的一个衰减 这个参数呢 是比较接近于物理参数的 所以说不要改动它 好 我们再来观察现在的这个效果 好 现在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设置的时候的 的一个基本的目的 在这个设置过程当中啊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观察 长印当中这个光子啊 它的一个效果 首先 这个光子的半径呢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太小的话 光子与光子之间呢 就说很难产生重叠的这种现象 如果让它产生重叠的话 那就需要大量的增加光子的数量 这样呢 势必会增加渲染的这个时间 因为场景当中产生的这个光子越多啊 计算量就越大 而如果这个光子的半径呢 太大的话 那室内空间的照明的这个层次感呢 又会降低 会显得过于平均了 所以我们通常啊 会把这一个参数 就是光子的这个半径啊 设置为场景半径的十分之一 这是官方推荐的一个参数 那么光子的半径确定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观察这个场景当中的这个光子 它们相互融合和重叠的这种情况 那么光子呢 首先要铺满整个场景 不要有漏掉的地方 第二的话 它们光子与光子的这种重叠啊 要均匀一点 如果光子重叠的太多的话 也会增加渲染的时间 而且对效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在第一次啊 我们做这种测试的时候 这里的这个参数啊 使用的是两万 这是常见当中啊 每个灯光平均的一个光子数量的一个参数 默认的设置啊 有点大 导致这个光子啊 重叠的过多 所以我在第二次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降低了这个参数 常见当中 每个灯光啊 它发出的平均的光子数量 把它降低了 那么我们简单的 总结一下吧 测试这个光子效果的时候 我们主要要看 第一光子是否布满了整个空间 第二光子是否相互重叠 第三 重叠的这个密度啊 是否均匀 只要这三方面呢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全局光照啊 它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采样值啊 把它恢复为它的默认设置 500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效果 好 现在可以看到 原先呢 常见当中这些 斑驳的这些光子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这就是增加了 每个光子的采样数量之后 产生了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继续尝试把这个数字啊 我们把它再提高一倍 看看它效果的变化 好 从现在的这个 继续尝效果当中啊 我们发现 两次 继续尝的这个效果 变化并不大 但是呢 这个继续尝时间呢 却变长了 上一次继续尝时间是 1分47秒啊 现在已经是 两分多钟 因此啊 我们可以认为 就是提高这个参数啊 作用和意义都不大 我们把它还原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效果图的时候 不要盲目的相信一些 高的参数 效果不好的话 就是把参数调高 就以为效果就一定会好 不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啊 我们还要考虑到 时间成本的增加 和效果的改善呢 是否成正比 好 经过这一些参数的调整之后 现在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最终 聚集打开了 我们再来看 这个渲染效果 好 现在这个渲染效果 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图像 非常干净 基本上 消除了 原来图像当中的黑斑 整个室内空间呢 它的这个 间接照明 显得非常的充分 因为在这个 Mountry的 默认设置下 它的间接照明 主要是靠这个 最终聚集 产生的 而现在 由于我们已经激活了 这个全区光照 那么 对这个室内啊 间接照明 最大的影响 是来自于 这个光子的计算 而最终聚集 在这个时候 它所扮演的角色 就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 它主要用来修正 这个 光子贴图当中的一些错误 这两者配合起来使用啊 可以产生一个 效果好 速度快 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 我们现在也应该注意到 这个场景当中的照明呢 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 光子的这个能量 感觉太高了 我们可以降低 这个倍增值 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亮度还是太高了 还是我以前说那个话 胆子大一点 把这个参数 现在这个室内空间的间接照明效果 已经好多了 有一些局部地方 它的亮度还有一些问题 但是在这个阶段呢 就不做太多的调整了 因为最终的这个照明效果 还跟它的材质的这个关系 非常的大 等我们到下一阶段呢 把这个场景的材质 全部都设置好了之后 再根据渲染效果 对曝光啊 还有灯光的亮度啊 包括全局光照的这个倍增值 都要对它们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这样才能获得更加完美的效果 另外 呃 我们也看到在这些地方啊 还是存在一些光斑 呃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现在渲染的这个参数啊 呃 它的这个品质都是非常低的 这个最终聚集的这个设置 我们用的都是草图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等到最终渲染的时候啊 提高了它的这个参数之后 这些问题啊 都会得到解决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当打开了这个全局光照啊 这个最终聚集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参数 呃 所以即使把它设置为零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现在那个场景当中 间接照明的效果 主要是靠它来实现的 好 关于 室内场景的日光照明效果 就介绍这些 我们的时间 我会设计 准备 哦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